新闻头条呢 还是锁定在昨天突然闪电请辞的 卫生署长杨志良 虽然呢行政院长吴敦毅强力的未留 不过呢杨志良可以说是词意坚决 他今天不止到办公室打包 还提出了一份声明稿 指责台湾选举频繁 获国殃民 他希望国家的重要政策 不要被选举给绑架了 9号一大早 卫生署长杨志良还是照常进到卫生署 或许是递出辞呈之后 压力也减轻不少 看起来表情一派轻松 还面带微笑 而杨志良也不再坐公务车 而是自行前往卫生署上班 也显示他词意坚决 还要大家改叫他前署长 好 谢谢署长 谢谢你啊 前署长 卫生署长杨志良8号无预警的闪电请辞 9号就开始请假 但还是进到署内收拾东西 署内的员工纷纷和他拍照留念 还有人送来鲜花打气 慰问和关心的电话也不断 杨志良表示他个人请辞的动机单纯 他认为请辞之后 长官就不得不处理健保的问题 杨志良还说早在上星期五 知道政院三度对卫生署所提的健保调整案打回票 就决定辞职走人 上个星期天回到署里开始打包 9号在和媒体话别时还提出声明稿 希望未来国家的重要政策不要被选举绑架 每年选举是获国殃民 所以我建议全民来公投 每隔一年至多可以办选举一次 上次总统还有很多的部位首长都要去辅选造势 因为没有政权一切免谈 所以政治人物常常因此 治国家政务于不顾 只要选举各部会重要的政策 就怕影响选票 就听摆不利于国家长远的发展 对于院长吴敦毅的强力未留 杨智良并没有接受 而在离开卫生署后 杨智良打算将重返原戒调的亚洲大学教书 未来不会再接行政的工作 被追问有没有推荐的署长人选 杨智良说他这是前卫生署长叶敬川回国 因为当初就是叶敬川找他来当署长的 记者台北综合报道